王一博在展商业魅力,GQ直播流程大揭秘,新代言即将震撼亮相 这次的消息再次引爆了粉丝们的热情,腾讯星光大赏的精彩尚未散去 GQ直播盛典的参与更是让人期待不已 王一博一连串的活动参与,为年底的娱乐圈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GQ直播盛典一直以来都是时尚界的风向标 而王一博的出席无疑将为盛典注入更多活力和关注度 粉丝们纷纷表示期待能够在这场盛典中见到王一博的精彩表现 而王一博的全方位才艺也让他成为GQ直播盛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次活动的举办地点,时间以及更多细节还未曝光 但相信一旦确定,将会再次掀起一阵轰动,吸引无数粉丝的瞩目 对于王一博来说,这也是继续展示自己多才多艺 备受瞩目的良机,相信他将在GQ直播盛典上带来一场精彩分层的表演 让观众大呼过瘾 年底娱乐盛宴还在继续 王一博的频频亮相成为了亮点之一 不仅丰富了粉丝们的生活,也为娱乐圈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王一博近期的行程确实相当丰富多彩 给粉丝们带来了不少期待和惊喜 从参加星光大赏到即将出席GQ直播盛典 活动的丰富多样性让粉丝们无法忽视 这也充分展示了他在娱乐圈中的高人气和受欢迎程度 对于粉丝来说,既有机会见到偶像参与的盛典 也有期待GQ的精彩表现 的确是一段忙碌而充实的时光 在这个年底娱乐盛宴中 王一博的多重身份和亮眼表现让他成为了焦点人物之一 粉丝们的热情和关注也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动力 而王一博通过不断努力展现自己的多才多艺 也回馈给了粉丝们更多的期待值 希望这一系列活动都能圆满成功 为粉丝们带来愉快的收获和回忆 GQ直播的流程看起来相当精彩 尤其是明星是一间和红毯发布会等环节 为粉丝们提供了更多参与和互动的机会 这种与粉丝共同参与的活动设计 可以更好地拉近明星与粉丝之间的距离 让粉丝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明星的活动 选择和决策过程 红毯直播的预约和创意造型式 一人小酒馆等环节的设置 都为活动增添了不少趣味性和吸引力 这样的安排不仅能够让观众感受到现场的氛围 还为明星们提供了展示个性和风采的平台 在这个充满创意和互动的GQ直播中 相信王一博将展现出更多不同的一面 为粉丝们呈现一场精彩分成的视觉盛宴 期待着这个活动能够圆满成功 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回忆 确实 GQ直播的流程看起来相当繁多 尤其是一些特定的环节和主题 可能需要一定时间的规定 粉丝们可能需要耐心等待详细的信息发布 这样的流程设计可能也是为了制造更多的悬念和期待感 让观众更加期待活动的正式展开 或许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随着活动日期的临近 GQ会陆续发布更多的信息 使得粉丝们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整个活动的过程和主题 这也是一种制造话题 吸引关注的营销策略 为活动提前营造一种期待的氛围 这种情况可能反映了王一博与一气奥迪的合作关系较为密切 而一气奥迪则通过赞助GQ直播盛典等活动 借助王一博的影响力来提升品牌的曝光度和形象 这样的合作对品牌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市场推广方式 尤其是在与时尚、潮流相关的领域 通过活动的流程图 可以看出一气奥迪在GQ直播盛典中的角色 预计王一博可能会以一气奥迪的代言人身份 参与到相关环节中 为品牌带来更多关注 这也是明星与品牌合作的一种常见形式 通过活动的整合 达到双方共赢的效果 粉丝们或许可以期待在GQ直播盛典中 看到更多与王一博有关的有趣瞬间 同时也能够关注到一气奥迪品牌 在这个时尚盛典中的亮眼表现 香奈儿作为国际奢侈品牌 选择王一博作为代言人 无疑是看中了他在时尚和影视领域的影响力 每次活动 品牌都会为王一博提供精心挑选的饰品和成衣 展现品牌的独特氛围和高雅风格 这种合作关系对于品牌来说 是一种有效的推广方式 通过与王一博的深度合作 香奈儿可以借助他在不同领域的人气 将品牌形象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 而王一博则能够通过与国际奢侈品牌的合作 提升自己在时尚界的影响力 巩固其时尚达人的地位 品牌与明星的合作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 更是一场共同创造的时尚盛宴 香奈儿通过打扮王一博 不仅彰显了品牌的设计理念和高贵品味 同时也赋予了王一博更多的时尚魅力 对于粉丝和网友来说 看到王一博在各种活动中精心搭配的造型 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 更是品味时尚的过程 这种品牌与明星的深度合作 不仅让品牌的产品得到展示 也让明星的时尚品味成为关注焦点 王一博在12月份的代言预热时段集中 着实让粉丝们感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喜悦和期待 代言C卡的官宣预热时间的设定 也是为了让粉丝们在不同时间段都能感受到王一博的惊喜 这次与C卡的合作 不仅是对王一博商业价值的再次认可 也是国货与明星深度合作的延续 随着官宣的到来 相信这一次的合作将为大家呈现出更多的看点和惊喜 王一博在过去一年中与国货品牌的深度合作 确实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商业机会 不仅令这些品牌受益匪浅 也进一步巩固了王一博在商业价值方面的领先地位 与香奈等高端品牌的合作更是彰显了他在时尚与品质上的双重魅力 然而 如同所有成功的明星一样 王一博也难免受到一些负面声音的困扰 然而 这并不能否定他在商业领域的卓越表现和极高的人气 他的品牌代言数量之多 以及与香奈等一线品牌的合作 足以证明他在商业市场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商业领域的表现与精湛的演技相辅相成 成为王一博事业发展的一大亮点 希望他未来的合作能够继续为品牌和他本人带来更多成功 王一博与台零电动车 红米手机等国产品牌的深度合作不仅在商业活动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更在广告 发布会等多个场合频繁亮相 为品牌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不仅证明了王一博在商业领域的高度价值 也为国产品牌树立了更为有力的形象 在亚运会期间 王一博作为台零电动车的代言人 在央视多次露面 为品牌赢得了更多曝光机会 同时 在红米手机的发布会上 他不仅与卢伟兵共同出席 还发表了讲话 为品牌的推广助力良多 这种形式的深度合作 不仅提升了王一博在商业领域的影响力 也助力了国产品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因此 代言国产品牌并非资源降级 相反 通过与明星的深度合作 品牌可以获得更高的曝光度和认知度 从而推动业务的发展 这也是当下许多品牌 愿意与明星展开战略性合作的原因之一 随着年底临近 王一博的活动频繁 粉丝们也格外充实 面对这么多的商业活动和代言合作 王一博的粉丝们更加坚定地支持着他 享受着一场又一场的精彩活动 对于那些试图嘲笑的人来说 或许是时候冷静思考 尊重每位明星的努力和付出 王一博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在娱乐圈取得了巨大成功 他的粉丝们也因此更加团结 而活跃的商业活动和代言合作 无疑是对他职业生涯的一种认可 也为粉丝们带来了更多的互动机会 在这样的氛围中 王一博的活动多了 粉丝们也就更有动力参与其中 度过了充实而愉快的时光 王一博确认参加GQ直播 相关流程已经公布 同时还有一项新的代言即将官宣 这个消息让王一博的粉丝们异常兴奋 他一直以来都能够在各种活动中展现出色的风采 而这次GQ直播也将是一个引人期待的亮点 此外 新的代言合作即将官宣 无疑会再次引发热议 为粉丝们带来新的惊喜 王一博在娱乐圈的持续活跃 不仅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 也为商业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